他是一代名相 却也一生坎坷 缠冤之盟驻他登上相位 但仅仅半年就从高位跌落 皇帝明明对他信任有加 可为何还数次将他贬出京城 十余年的朝廷争斗 他先后与谁成为政敌 不择手段 背负骂名 也要回到权力中心 又是为了怎样的宏图大致 还原历史上真实的扣准 讲述北宋一段跌宕起伏的 政治风云 叩准斗无鬼 法律讲堂门史版 敬请关注 为了迎合皇帝显示出帝王威名 王亲若提出风扇的建议 宋真宗听后果然蠢蠢欲动 然而此时宋朝刚与契丹挺战 禅渊之盟更使朝廷颜面受损 要向风扇不合规制 那么以王亲若为首的吴鬼 为帮皇帝达成心愿 怎样导演了一出万人请愿的闹剧 面对朝中大臣的反对 宋真宗又做了什么 让一向坚持原则的宰相王诞 被迫同意 当刚正不阿的扣准得知此事之后 被贬地方的他又会有什么举动 法律讲堂文史版特邀三峡大学彭宏卫教授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扣准斗无鬼 第四集 无鬼策划风扇闹剧 观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一集我们讲到 禅渊之盟后 王亲若敬禅言 拿禅渊战役时扣准的行为说事 从没有爱君之心 到给皇帝带来历史耻辱 再到功高盖主 孤注一掷 操控皇帝层层递进 聚聚 托众皇帝的心病 终于免去扣准的宰相之职 将他贬出金城 而王亲若将扣准排挤出朝后不久 便开始鼓动皇帝搞风扇大典 面对王亲若的鼓动 皇帝会同意吗 真宗怎么看风扇这事呢 真宗当然知道风扇的历史传统 必须是英明天子 在四海统一太平盛世才能举心 宋朝开国还不到五十年 禅渊之盟约定宋朝与契丹 互称南北朝 根本谈不上四海统一 正如王亲若所说 禅渊之盟是屈辱的城下之盟 自己即位才十二年 虽历经图治其余正事 社会比较安定 经济比较繁荣 但天灾人祸时又发生 相较于汉唐帝国鼎盛时期 此时还远谈不上太平盛世 所以生性弱弱的真宗 面对王亲若提出 为风扇可以振服四海 夸视外国的建议 还真有些底气不足 所以真宗一开始是不敢接受的 但是面对王亲若的鼓动 真宗心里也痒痒 风扇既能向世人宣誓 自己是唯一寿命于天的真命天子 又能宣誓自己的丰功伟业 更能一喜禅渊之盟的耻辱 自然是一举多得 所以对于王亲若的建议 真宗是打心眼里喜欢的 第一 证明赵宋王朝政权的合法性 是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而风扇是不二法门 更是为禅渊之盟学耻的唯一途径 他知道大凡改朝换代 都有至太平以风扇的 政治文化思维 一般理解是 达到了太平盛世 就可以风扇 通过宣誓天之骄子的丰功伟业 证明政权的合法性 真宗认为 至太平以风扇 也可以理解为 以风扇至太平 也就是说 虽然现在还不是太平盛世 但可用风扇的形式来确认 带领王朝走向太平的理想境地 第二 现在是否为盛世 这个要由历史来评判 现在是否太平 这个是可以找到历史和现实依据的 成员之盟之后 编幻没有了 少数武将叛乱也都平息了 风调雨顺 各地丰收的喜讯 捷报频传 偶尔有祥瑞 沉送入朝 大臣们屡屡上书 撑道天下太平 曾宗俨然觉得正往太平大道上走 至太平的理想境地依稀可见 但是风扇的事情非同一般 怎么才能不在历史上留下浩大喜功的笑柄呢 想干和能干之间是有区别的 那么多英明省武的君主都没有上太上风扇 自己风扇真的就那么合适吗 这一点宋真宗心里恐怕是有些心虚的 所以他认为风扇之事可以干 但要干得谦虚 干得犹豫 干得被迫 总之不能由自己提出风扇 要干得巧妙 面对王清若等人提出的风扇建议 宋真宗表面上装作很拒绝和排斥 但是内心却是非常期待 因为风扇不但可以巩固大宋王朝的政权 还能洗清禅渊之盟的耻辱 宋真宗思前想后 越来越觉得风扇势在必行 然而此时朝纲不稳 提出风扇一定会遭到众多大臣反对和阻挠 那么已经打定主意 要去风扇的宋真宗 会如何强力扫除各种障碍 王清若等人又是怎么千方百计迎合皇帝 为举行风扇费尽心机 风扇不能处于丁点差错 而且规模耗费和影响巨大 不是说搞就能搞的 再说了 朝中也有博学多才 直言敢见之事 哪会由着皇帝如此闹腾 因此真宗觉得必须先解决好理论 实践和舆论三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 理论问题 风扇除了英明天子在四海统一 太平盛世才能举行外 还有一个先决条件 那便是天降降瑞 否则难以服众 日后还会在历史上留下骂名 这里我们说一下祥瑞的问题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 祥瑞有很多种 比如麒麟 龙凤 神龟 白虎 赤座 有的是想象的产物 有的是稀罕物 再比如彩云成祥 和珅双碎 灵芝平线 地出甘泉 都是罕见的天文定理现象 这些都被认为是吉祥的 是上天对皇帝功德的肯定与表彰 预示着天下太平 风调雨顺 珍宗就问王秦若 近年来偶有祥瑞出现 但不是经常信的 很难服众 这当如何 王秦若便对珍宗说 这天降祥瑞是可以人力为之的 只要您深信不疑 明告天下 那他就是真的 天下人也会觉得 是真的 第二 实验问题 策划风扇大典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工程 需要一个团队来进行策划 既要算好经济账 不能捉紧见肘 半途而废 又要打好文化牌 不能让风扇大典走了样 所以珍宗就问王秦若 是否有把握 王秦若顺势就推荐了 和他关系密切的几个人 首先是丁卫和林特 这两个人长期在三四任职 主管财政 有经济才能 汇算账 精通快进理论和业务 丁卫和王秦若是同年的近视 曾得到王秦若的举荐 很长一段时间 是王秦若的追随者 而林特一直是丁卫的副手 长期追随定位 其次是刘承归 他是三朝宦官 资历老 掌管内藏府库三十年 条理分明 最后是陈鹏年 他是著名的学术大师 博学多才 精通音韵 最著名的就是 由他主持重修的广运 是宋代科举考试的必读书 而他最擅长的 还是礼仪严格和简章制度 搞风扇大典 这个人很重要 对风扇的典章礼仪 珍重不担心 因为王秦若本人就精通道教 熟悉各种宗教礼仪 他最担心的是经济问题 搞风扇大典耗资巨大 国家财力够不够呢 当时丁卫全三思史 也就是财政部临时代理部长 丁卫很肯定地回答说 大计有余 也就是说 粗略地鼓算了一下 国库应付风扇之事 绰绰有余 可即使丁卫给了 真宗一颗定心丸 真宗此时还有一重顾虑 那便是宰相王弹 接替扣准的宰相王弹 此时独向 大权在握 经济上他不支持怎么办 而且王弹是个明白人 又循规蹈矩 谨守祖宗家法 他要是反对风扇怎么办 王弹若就说 我先去游说他 然后陛下可以主动堵他的嘴 于是 真宗有一天召见宰相王弹 君臣之间气氛和谐 喝完酒后 真宗赏赐王段 一尊酒 说这是天下最美的酒 回去和你的家人一起共享吧 等王弹回家一看 才发现全是珍珠宝贝 王弹此前也听过王秦若的游说 明白风扇之事 圣意已决 所以这个时候 王弹也懂得皇上的一片苦心 没办法 也就不唱反调了 其实王弹乃一代嫌相 高风亮节 十大体 顾大局 知人善任 亲政连结 绝不是贪图钱财 真宗一直对他信任有加 凡时大臣有所奏请 真宗必定说 王弹认为怎么样 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听良心讲 面对皇帝如此低声下气的请求 忠厚宽容的王弹 很难做到 撕破脸去阻拦 清代思想家王弹之在宋论中 谈起此事认为 皇帝想要风扇 居然如此隆重的贿赂臣子 可见风扇已成定局 断无阻止的余地 如果阻止 必然被罢向 连于小人周旋的位置和机会都没有 所以接受珠宝在王弹 是隐忍 无可赖何地顺水推舟 他自信能驾驭王清若等人 现在只能孤立于小人之中 宰相王弹对风扇都没有意义了 其他臣民也就更没人唱反调了 宋真宗经过一番巧妙运作 已经扫除了风扇可能面临的各种阻力和障碍 没有天将祥瑞可以人力为之 风扇耗费惊人 财政部门已经明确承诺 保证绰绰有余 就连最难搞定的宰相王弹 也不反对风扇了 看来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了 接下来 王清若等人如何煽动民众 进京请愿 要求皇帝风扇 宋真宗怎么通过自己的影响力 让皇宫里惊献天书 法律讲堂文史版特邀三峡大学 彭宏卫教授继续为您讲述 扣准斗无鬼 第四集 无鬼策划风扇闹剧 真宗率先造舆论 有一天 真宗善有介事的讲起了故事 他说去年11月份的某天半夜 就寝之前 忽然卧室内金光闪耀 有神人站在我床榻前说 下个月开始 可以在正殿建道场一个月 上帝会将天书大宗降服三篇 我当时准备起程回答 但是人一下子不见了 这个天方夜谭式的故事 很明显是在暗示成聊 皇帝是多么盼望天书的出现 果然没几天 刘承规奏报 在金城左承天门上 发现了一封天书 取下来一看 上面赫然写着 赵寿命 心于宋 父于恒 居其器 守于正 誓七百九九定 意思很明确 赵氏家族是受天命而在宋朝 兴起的 传道赵衡 就是宋真宗皇帝 希望真宗把这皇位坐稳了 你是真命天子 只要守正 持终 别走到邪路上去 就会绵延七百代 天下太平 这是王亲若搞的鬼 真宗自然相信 于是金城放假五天 大宴群城 官员普遍加薪 既告天地宗庙设计 大赦天下 改联号为大宗降福 天书出现了 自然是奔走相告 举国欢庆 要知道 相较于动物植物类祥瑞 天书是上天直接用文字 肯定真宗 具有风扇资格 这该是多么奇政国为的事 既然天书都出现了 这是天意呀 怎么能违背呢 于是这年三月 山东延州父老 吕良等一千多人 进京请求风扇 吕良等人 请愿的理由是 国家寿命五十年 已至太平 现在太平世界 五谷丰登 国泰民安 皇上应当顺从天意 早日风扇 真宗对此依然谦让不已 接下来 请求风扇的人士 级别越来越高 来自全国各地的八百多位 共举人 进京请求风扇 这可是代表年轻知识阶层的新生 而且这帮年轻学生 常跪不起 在皇宫门前 一跪就是几天几夜 宰相王诞 此时看出了真宗谦让 犹豫的心机 又担心这帮年轻学生的身体 而且涌入京城请愿的队伍越来越庞大 地方官 少数民族 僧道等宗教人士 各地的长老 亦有今有 待在京城亦有时日了 这与其说是请愿 不如说是给了宰相王诞 巨大的压力 他必须对当前京城的局面负责 所以王诞不得已亲自出马 率领文武百官和各路进京请愿的 二二万四千三百多人 五次上表 请求封善 一向对王诞言听计从的真宗 这一次还是以勉强的姿态答应了 正是王七若 丁卫等人 在理论上标榜神道社教 在实践上吹嘘财政 大计有余 在舆论上积极引导和造势 伪造天书 大搞请愿之事 风扇大脸 终于在真宗暗示默许引领下 紧锣密鼓的开始了 王清若丁卫为促成此事 安前马后不予余力的伪造天书 和其他的祥瑞 林特此时是丁卫的副手 在仇促钱粮方面尽心竭力 陈鹏莲则开始为风扇考证典礼 具体部署各种仪式了 刘承规负责修建大大小小的公冠 以供奉各种天书 祥瑞和神仙 这五个人是真宗时期政治舞台上 极其活跃的人物 各个博学多才是各自领域的专家态度 又都是南方人 按照不用男人为相的祖宗家法 他们是没有希望爬上宰相的高位的 但是他们不甘心 才足以祭其坚 也就是现在说的流氓不可怕 就怕流氓有文化 这些文化流氓相互勾结 迎合真宗 大搞迷信活动 排斥一己 培植党羽 对历史产生的巨大的负面作用 宋史王秦若传记载 秦若与丁卫 林特 陈鹏连 刘承规 十位之无鬼 奸邪险恶 历史上的无鬼之名由此而来 如果说真宗是这场闹剧的男一号 王秦若则是总导演 丁卫此时屈居王秦若之下 推波助澜 但很快就会后来居上 在真宗末年政治生活中 成为举足轻重的角色 京城里以王秦若为首的无鬼 极力怂恿宋真宗搞风扇大脸 筹备工作正在大张旗鼓地展开 此时扣准却被贬在陕州当支州 面对朝廷乱象 他一度心灰意冷 不闻不问 但在老友张勇的提醒下 最终决心要重返朝廷 铲除坚定小人 而在无鬼鼓动皇帝风扇这件事上 他并没有强烈阻止 而是一反常态极力支持 这种反常的行为背后 有何隐情 扣准的仕途又将因此发生什么变化 法律讲堂文史版特邀三峡大学彭宏卫教授 我们万万想不到 扣准明明知道真正不够资格封扇 也知道一旦风扇大点烙腾起来 对国家来说很有可能是一场灾难 不仅劳民伤财 在历史上也会沦为笑谈 但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要向皇帝表忠心 上表请求朝廷 让他护从皇帝登泰山 毫无疑问 这是扣准的权宜之计 为了重返权力中心 为了搞清风扇大点的真相 为了洞察无诡的真实意图 他只能采取曲线救国的路子 即使违背了自己的意愿 即使有可能留下历史骂名 他也要孤注一掷 所以在真宗即将到泰山风扇的时候 扣准立即给朝廷上表 要求护从皇帝一起参加 真宗突然接到扣准的上表 可以说喜出望外 马上就准奏了 原因不难理解 第一 这表明扣准是支持风扇行动的 扣准是有声望有影响力的人物 这就像宰相王旦 不反对自己风扇一样 借助扣准和王旦的声望和影响力 可以向全社会传达一种信号 那就是政治精英阶层是支持风扇的 第二 这表明扣准没有因为霸相而怨恨自己 扣准是有永利之功的关键人物 禅渊之母也给他带来了极高的荣耀和威望 但他霸相之实 还是老老实实 没有摆老资格 也没落出什么动静 到地方上去后 也没有什么关于他的闲言碎语 第三 这表明扣准有将功折罪改过自新的迹象 扣准的脾气真宗太了解了 当年在禅渊战役的危难之际 他能拿主意可以依靠 但后来在太平无事的时候 他的个性就有些张狂了 不大行规蹈矩 过于刚猛 让人难以驾驭 现在看来两年多过去了 这扣老先生有些改变 到底改得怎么样 还不如带上他一起去泰山 也好近距离观察一下 有了对扣准的初步信任 皇帝很高兴地带上扣准 去封山了 1008年10月 泰山封山开始 真宗率领文武百官 地方官员和各界人士 总计一万多人 从京城出发 仅护卫天书的仪仗队 就有2138人 17天之后到达泰山 随后是隆重的封山大典 说不尽的各种礼节 诵歌 课碑 赏赐 然后顺便到山东屈府 拜业孔圣人 祭祀孔庙 又是各种封赏 这次泰山封赏 历时47天 回京后 又是大赦天下 赏赐丰厚 全国放假三天 各州府大摆宴席 高规格的庆贺风扇 圆满成功 史料上没有记载扣准 在这次盛道活动中的表现 但至少他没有在同楼子 所以回来后就升迁了 由陕州之州 郑四品 升为户部尚书 郑二品 同年又贫调去镇守大明府了 相当于大军区司令 那里是边防前线 也是北宋的陪都 干得好的话 回到朝廷的机会也大一些 严格来说 扣准这次上表 邀请护从皇帝 去泰山封扇 有很强的功力性 他就是想接近皇帝 表达自己的赤胆忠心 借此改变自己的命运 他的目的达到了 获得了升迁 更靠近权力忠心了 与此同时 这次护从皇帝上泰山 扣准所见所闻 近距离观察到了 王清若丁卫之流 装神弄鬼 正在导演一出 虚伪与荒唐的风扇闹剧 有两件事情 让扣准痛心疾首 第一 君臣共同作家 十分默契 在未抵达泰山时 就传来消息 说泰山今宪天书 王清若 及时面臣圣上 郑宗当即说 我上个月就做了一个梦 先前那位神人又跟我说 上帝会赏赐天书于泰山 果不其然 真是上天眷顾保佑我大宋江山 然后告诉王清若说 凡有祥瑞 必须立即揍文 不久 王清若献上林枝草八千株 赵安人 献上子枝八千七百多株 全国各地 争先恐后的 报送各种各样的祥瑞 植物动物等 不可胜数 因献祥瑞之物 而急速升迁者 不胜美举 文人学士 更是歌功颂德 多获厚赏 其实林枝只是一种重要材 物以细为贵 被誉为仙草 有延连易受 其死回生的神奇功效 经历代儒家道教 渲染赋慧 于是变得神物其神 成为历代帝王 及追随者们崇拜的神物 并奉为祥瑞 在人工栽培技术发明之前 古代主要是野生林枝 很稀少 线上如此多的林枝 除了动用名利搜寻外 也有作假的嫌疑 第二 风扇用度开销 十分铺张 比如泰山顶上 有个玉女池 因长期废制 水源堵塞 池水昏浊 王清若派大量人工 舒骏 自山脚引水而上 泉水畅通 池水障满而清澈 味道甜美 然后王清若禀报说 天降甘霖 风调雨顺 这就是李全 也就是祥瑞 玉女池边 原有石像 天长日久 破败不堪 王清若让刘成规负责 一律换成玉石 修气一新 至于全国各地 新修 翻修 公冠 金碧 辉煌 都要与这次 封上规格相匹配 更是功臣巨大 劳民 伤财 耗费 良多 看到这些 近乎疯狂的行进 扣准 痛心疾首 压抑在心中的真性情 也蠢蠢欲动 那么本来想洗心革面 循规蹈矩 从而重返 权力中心的扣准 在镇守大明府时 又会干出什么 出格的事呢 而面对举国上下疯狂的 风扇祭祀活动 他还会有什么新的动作呢 今天的法律讲堂 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扣准在被贬几年后 终于获得了升迁 只要他在任上收敛锋芒 老实本分 就有机会再次回到京城 回到权力中心 但是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就在去大明府上任后不久 他又干了一件 令皇帝极其不满的事情 那么他在大明府 究竟做了什么 法律讲堂文史版 下期为您讲述 寇向归来